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会议不仅涉及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还将影响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 根据报道 王毅在圣笔的保宣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0月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这标志着中俄关系的深化 会中 王毅强调了两国元首之间的坚强互信和深厚友情 并指出中俄两国将共同反对单边霸凌和阵营对抗 这不仅符合时代潮流 还回应了南方国家的共同愿望 此外 普京也对习近平的参加表示期待 并希望利用两国建交75周年的契机 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 在会议上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交流 普京对中国的六点共识表示赞赏 强调俄方始终对和弹持开放态度 王毅则重申中方支持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 并呼吁国际社会发出理性声音 这一系列的会谈和宣言 不仅显示了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日益加强 也为即将到来的金砖国家峰会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圣彼得堡 一场备受瞩目的外交会晤即将展开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经等候多时 等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 而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视频 在普京出现前 王毅在室内备手等待 摇摆身体 前后踱步 还抬头凝望天花板 不知道是不是等得太久 这次会晤不仅是两国高层的战略沟通 更是为即将到来的重要国际会议定下基调 正如联合早报报道所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 10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据法新社的消息 这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于10月22日至24日在喀山举行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 这次峰会不仅是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更是进一步巩固于北京的经济联盟的重要时刻 俄罗斯希望借助金砖峰会的平台 展示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王毅与普京终于见面时 气氛显得格外友好和融洽 王毅首先传达了习近平的问候 并表示 习主席非常乐意接受你的邀请 将暗期抵达他山 中俄两国元首将深化战略讨论 言辞之间 透露出两国元首之间强烈的互信和深厚的友情 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消息 王毅进一步强调 中俄两国在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不仅是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结果 更是双方在反对单边霸凌和抵制阵营对抗方面 达成共识的体现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提到 王毅还指出 中俄之间的互信牢固 友谊深厚 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 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他还强调 中方愿同俄方保持战略沟通 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 共同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因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邵一谷的邀请 王毅还出席了9月11日至12日 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在会议期间 王毅再次重申了中方支持俄罗斯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的工作 并表示愿与俄罗斯加强战略沟通 充实中俄关系的战略内涵 在与邵一谷的会谈中 王毅表示 我们支持俄方在金砖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并将继续推动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 这不仅展示了中俄之间的深厚友谊 也表明了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意愿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 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时 表示对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充满期待 普京还提到 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 两国应以此为契机 落实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发展策略对接 推动俄中关系迈上新阶梯 王毅表示 双方加强战略协作 反对单边霸凌 抵制阵营对抗 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南方国家的共同愿望 喀山峰会是金砖扩原后首次领导人会晤 中国院与金砖伙伴团结合作 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金砖贡献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看法 普京赞赏中国和巴西提出的六点共识 并重申俄方始终对和谈池开放态度 王毅表示 中方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愿与各方汇聚国际社会中的客观理性平衡声音 这次会晤不仅为喀山峰会奠定了基础 也展示了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协作和默契 这种默契不仅体现在对全球问题的看法一致 更体现在两国在国际事务中 共同推动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霸凌的坚定立场上 无论是对喀山峰会的期待 还是对乌克兰问题的关切 都显示了中俄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 重要角色和影响力 在圣彼得堡 一场备受瞩目的外交会晤即将展开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经等候多时 等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 而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视频 在普京出现前 王毅在室内备手等待 摇摆身体 前后踱步 还抬头凝望天花板 不知道是不是等得太久 这次会晤不仅是两国高层的战略沟通 更是为即将到来的重要国际会议定下基调 正如联合早报报道所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10月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据法新社的消息 这次金砖国家峰会将于10月22日至24日在喀山举行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 这次峰会不仅是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更是进一步巩固于北京的经济联盟的重要时刻 俄罗斯希望借助金砖峰会的平台 展示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王毅与普京终于见面时 气氛显得格外友好和融洽 王毅首先传达了习近平的问候 并表示 习主席非常乐意接受你的邀请 将按期抵达他山 中俄两国元首将深化战略讨论 言辞之间 透露出两国元首之间强烈的互信和深厚的友情 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消息 王毅进一步强调 中俄两国在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不仅是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结果 更是双方在反对单边霸凌和抵制阵营对抗方面 达成共识的体现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提到 王毅还指出中俄之间的互信牢固 友谊深厚 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 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他还强调 中方愿同俄方保持战略沟通 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 共同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邵一谷的邀请 王毅还出席了9月11日至12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在会议期间 王毅再次重申了中方支持俄罗斯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的工作 并表示愿与俄罗斯加强战略沟通 充实中俄关系的战略内涵 在与邵一谷的会谈中 王毅表示 我们支持俄方在金砖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并将继续推动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 这不仅展示了中俄之间的深厚友谊 也表明了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意愿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 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时 表示对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充满期待 普京还提到 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 两国应以此为契机 落实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发展策略对接 推动俄中关系迈上新阶梯 王毅表示 双方加强战略协作 反对单边霸凌 抵制阵营对抗 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南方国家的共同愿望 喀山峰会是金砖扩原后首次领导人会晤 中国院与金砖伙伴团结合作 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金砖贡献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看法 普京赞赏中国和巴西提出的六点共识 并重申俄方始终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王毅表示 中方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愿与各方汇聚国际社会中的客观理性平衡声音 这次会晤不仅为喀山峰会奠定了基础 也展示了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协作和默契 这种默契不仅体现在对全球问题的看法一致 更体现在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共同推动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霸凌的坚定立场上 无论是对喀山峰会的期待 还是对乌克兰问题的关切 都显示了中俄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和影响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方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不仅是对中俄关系的巩固 也是对多极化世界的推动 你看这次峰会在喀山召开 普京和习大大就像两个久违的老朋友 互相搭肩谈笑风生 中俄两国加强战略协作 不仅能抵制单边霸凌 还能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而且这可是建交75周年的重要时刻 两个大国携手共进 未来的世界格局将更加多样化 平衡化 哼 楚天书你可真是会说笑啊 什么多极化平衡化 说白了不就是两个大国抱团取暖吗 看看普京那卖萌的样子 简直像是苦等初恋的少年 你还记得几年前的北冰洋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条约吗 签的时候也是一片热情洋溢 结果呢 经济制裁一来 俄罗斯的GDP一路滑坡 再说了 金砖国家内部本来就矛盾重重 这次峰会能有啥实质性成果 哎呀 谢琪琪 你这话可就有点酸了吧 你说的对 经济制裁确实对俄罗斯造成了冲击 但你有没有看数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8年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达到2.3% 高于预期 而且中俄合作设计能源 科技 农业等多个领域 是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金砖国家的扩大 也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你说的矛盾重重 其实是多样性带来的挑战 这正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啊 楚天说 你这夸俄中关系的姿态 真是让我笑出声来 你说的那些合作项目 倒是有几个真正落地见效了 再来看看 金砖国家内部 印度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历历在目 巴西的政治动荡加剧 南非的经济困境更是让人头疼 你要讲多样性挑战 我只看到了一锅乱顿 记住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仅是挑战 更是巨大的不确定性 你真以为靠几个高峰会晤 就能解决这么多问题 嘿 别开玩笑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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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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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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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